才到達現場 隧道管理公司解釋 公司人員在接到報告後三分鐘 即是1點28分 已經到達現場 並且曾經協助救火 我的同事是入了去現場 他看到很大煙 他都看不到前面 那櫃台拍不拍到他 這個我就沒辦法說了 但是這個是你們才知道了 我的記錄也都事實是我們的員工 是的而且確有去到 是用滅火筒救火 我們整件事我們覺得 我們的處理是刻薄的 立法會運輸交通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劉剛華關注這次事件 他翻看我們拍攝的錄影帶後 就質疑隧道公司的說法 剛看到那個情況 就似乎車一直在著火 車仍然是在洗 這個來說就不要說是撲火 我在鏡頭看不到它撲火 而且在兩邊去截車似乎都是慢了 他說隧道公司的處理手法並不合理 他認為隧道公司有失職之嫌 劉剛華又說 為了避免有同類事件發生 他會盡快在立法會提出質詢 和要求消防署撤查這件事 運輸署發言人表示 會向警方和消防署搜集更多資料 暫時未能夠評論是否滿意 隧道公司昨天的處理手法 發言人又說 如果發現隧道公司處理不當 會保留追究的權利 如果情況嚴重 會考慮取消隧道公司的管理合約 亞洲電視記者沈泰元報道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證實 在特首辦協助之下 支聯會常委民主黨成員劉千石 昨天成功獲得內地有關部門批准 返回廣州探望病重的媽媽 陳方安生並且希望更多 和中央政府不同意見的人 可以獲准回內地 李同報道 陳方安生證實劉千石已成功返回內地探親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我希望日後有更多的民主黨的會員 或者是其他不同意見的人士 能夠到國內加深雙方的溝通和了解 的確行政長官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功夫 中央有關的機構也配合那方面 而律政司司長梁愛思就說 劉千石獲得有關部門安排回內地 是特首辦從中滑船 劉千石在日前獲內地有關部門特別批准 到了廣州探望年遇90歲又患病的母親 有報道指他獲法的回鄉證只可以用一次 以及只准在內地逗留14天 自從89年六四事件之後 劉千石一直都在前線支援內地不同政見人士 一直不獲准回內地 但最近劉千石希望基於人道的理由 讓他探望住在內地的媽媽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 如果這樣都不批准很不人道 不過他就不認為是中央政府對支聯會讓步 我覺得不是讓步 這是我們應有的權利 假如他不讓我們回去 他要講出道理 同時我覺得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他又說特首辦應該協助其他被沒收回鄉證 或者是不獲法證件的支聯會成員 能夠成功回內地 亞洲電視記者來同報道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有好轉趨勢 今年的職位空缺比去年多了一倍 不過平均的薪金 就因為僱主要撤省成本而輕微下跌 紅二汶報道 香港大學做的調查 改善處理同類隧道火警事故的方法 奧玉美報道 隧道公司總經理易志明重申 他們的職員是在接到火警事故之後 三分之間